人气料理顶边红 如何 生意这么好啊 另一家排队名店卖地饼 哇 一进门就有闻到那个酒香的味 八八坑道 马祖的纯香老酒 我背后这里就是福建南竿最热门的一条街 在我的背后是福建的连江县政府 我转个身 在这个地方就是福建的介兽村 这边是南竿所谓的最白涌的地区 远前这个全新的建筑 就是马祖这里最大的介兽狮子市场 小吃部在介兽市场的二楼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的扛棒 它的标靶有一个阿妹的顶边壶 上去看看咯 进门第一家阿妹的店顶边壶 我真是人生顶肺 老板娘阿妹的手没有停过 她熟练的烧起一瓢面糊 临在顶边 从这一锅又到另一锅 然后她把顶边揉结成薄薄的面皮 铲下锅 排队了长龙之后 我们终于等到一碗顶边壶 它的口味连一项挑食的女儿都有不错的评价 用一点水 你用一点汤 确实用一点汤 尸体温馆 水 有 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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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鲜汤 有鲜汤 慢慢被消化 两口大顶也已经见底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05分 这边的阿妹的顶边湖 居然已经卖光光 已经卖光光 才早上8点05分 哇,真的是生意太好 太好,我们是买到了 算是倒数的第八位 第九位的顶边湖吧 现在已经卖光了 快吃 哇,他8点 哦 哈哈哈 见到了真人的面目 生意这么好啊 你以为我有特别心哦 哈哈哈哈 才卖两个小时就全部卖光光哦 差不多啊 那卖多少碗啊一早 再跟我问有问题 哈哈哈 谢谢 好,谢谢 早上8点早餐就卖光光 这真是让我们见识了 阿妹顶边湖的超级元气 阿妹顶边湖好吃的秘诀 就藏在锅底 第一,阿妹老板他很舍得花钱下重本 他有丰富多料的海鲜高汤 第二,他有皮薄新鲜的面皮 阿妹老板是勺一大瓢的面糊沿着顶边淋下去 面糊接触到火烫的底边之后 就会凝结成薄薄的面皮 然后再把面皮烧进碗里 碗里的高汤有碎鱼肉香菇和虾米 真的好吃大推 另一家排队名店叫做地饼 地饼卖的是什么呢? 地饼它长得有一点点像台湾的 是用炸的 但是地饼里面没有辣 而是以猪肉粉丝为主的福州传统美食 地饼它一个个炸得金黄酥脆圆圆肥肥 再加上一颗蛋,口感很特殊很美味 市场里还有一摊卖气光饼的名店 它的气光饼是用摇烤的 比较有嚼劲 不用夹料也可以直接吃 它的味道就是很老冰 很老乌的感觉 很樸实了 仿佛是回到了当年明朝将军七季光 他带着手下打窝壳时候吃的战备的感觉 表烤的季光饼一颗20块 价格很平民 建售市场只有早上一夜 想吃南竿特色小吃的韜客 务必早起来报到 晚了就吃不到 这里除了有平民美食 还有卖马祖特产的海鲜干货 阳光凝结成的海鲜干货 吸引我们家老婆驻竹榴莲 到马祖来 当然要来促进观光 除了吃还是吃 这里面吃不够 要买东西带回台湾就吃 除了海鲜干货要带走 更别忘了马祖生产的特色老酒 我们下一站要去巴巴坑道 我背后就是巴巴坑道 巴巴坑道为什么要叫巴巴 是发大财 发发的谐音吗 不是哦 待会再告诉你 我们先进坑道里去看看 哇 一进门就有闻到那个酒香的味 没有那个酒精 我们才走到坑道口 就看到一坛坛老酒 闻到一阵阵酒香 再往里面走 会不会醉倒啊 现在看到的 这一坛一坛的 都是马祖老酒 这个坛子里面的酒 起码超过二十年 它的价格非凡 这里面的老酒 都是酿造酒 用糯米跟红糟去酿造的酿造酒 现在剩下的台数已经有限了 它的价格非常吓人 坑道里说是恒温恒湿 恒温我们知道 它有利于酒类的发酵与保存 但是恒湿 这个巴巴坑道里 未免也太湿了吧 我们到访的时间 刚好碰到了今年 最后一波梅雨 坑道里面湿搭搭的 在大酒缸上面 还铺了厚厚的一层塑胶布 来遮挡渗漏下来的雨滴 我现在正在巴巴坑道里 这个全长大概200公尺的坑道 它这里面存放了 以盾 公盾 以盾为单位的马祖老酒和马祖高粱 这里的老酒市场价格保守估计超过新台币10亿元以上 主坑道地上的酒坑子里存放的都是发酵的马祖老酒 它们全都是发酵酒 但是我们转一个弯 拐进了主坑道旁边的侧坑道 侧坑道里存放的则是马祖高粱 高粱酒是蒸溜酒 它的酒精浓度至少68度 恒温恒湿的环境真的很适合采放老酒 这里面很潮湿的 恒温恒湿16到19度 你看这个不锈钢桶上面都还有水滴 马祖老酒即使放在不锈钢的铁桶里 铁桶的毛细孔还是会溢散出酒香和酒气 有没有觉得香 好香 是什么香啊 酒香 一桶4000公升 那多少钱 多少钱啊 你慢慢算好了 好咯 我们就来慢慢算咯 这里的酒桶里的老酒 有些已经被国内的大企业下单给标走了 现在留下来最老的这一桶 它上面的标志写着民国88年亮照 它也已经超过20年以上 这里的老酒很有年份 在这里面好像都快醉了 这里的每一个铁桶 桶里面都装了4000公升的老酒 很多都超过了20年 每一桶至少都有将近1000万台币的价值 就看它怎么样标瘦 Danky啊 我刚才讲的你有没有听到啊 这里的成年老酒至少20年 每一桶都有4000公升 有兴趣有钱的老板可以考虑来竞标哦 坑道里的马祖城高剩下不到100桶 有钱人除了要有钱 手脚也一定要快 对了 还要解答一开始的疑问 88坑道为什么叫巴巴 这绝对不是发发发大财的谐音 而是坑道完成的那一年 正好是老蒋总统蒋介石 他虚岁88岁 军方为了要给最高领导人祝寿 所以坑道才取名巴巴 但是命运真会作弄人啊 蒋介石老总统真的88岁就寿终正寝 巴巴坑道原本是要祝寿 却定格替老蒋和长寿做了记录 还好老酒的价值和价格逐年增长 让88坑道也能够继续发发发 看完叫藏老酒的88坑道 隔一条街就走到马祖酒厂 酒厂的外观造型很有看头 不过导游特别叮咛我们 导游很婉转的说 进酒厂可以 但是不要在酒厂里面当冤大头 风哥当然听得懂 所以风哥是在酒厂外面的商店 买了几瓶老酒带回台湾 回到家里立刻开封测试酒感 这是45度的马祖成高 喝一点 味道没有那么的呛辣 这跟我习惯喝的金门58度高粱 或者53度高粱 比较顺口一点 可以试试 品尝一口浓醇香的马祖老酒之后 这次的马祖跳岛游暂时告一段落 马祖四个大岛五个乡 户籍人口不到一万四千人 实际居住的人数应该更少 但是马祖特殊的米东式建筑 极具占地特色的大小坑道 以及在地海鲜口味的平民美食 都是台湾看不到也吃不到的 推荐朋友们实地去走一趟 亲身体验马祖的特别与不同 这一期的风言风语先到这里 拜拜咯 我们下回见 下来 下来 KEO, 逼贶 下来 处选 感谢观看